失去影子之后 王一博们任无可忍 王一博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5月9号 王一博发布了一条情绪激烈的微博 说 我工作很辛苦了 想在车上睡一会儿不行吗 一长短的时间呢 半夜被陌生人敲酒店门 车上装跟踪器 到哪里都有人无休止的跟 我真的越来越搞不会了 也有知情人士透露 当天粉丝是追车 然后受到锁栏之后 竟然不顾一切的开车撞向了工作人员 私生不是饭 不只是王一博 许多的艺人对于狂热的粉丝的人 都已经到达了极限了 惊奇的热搜就能够印证这一点 5月13号 李宪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偷拍 然后几次劝阻无效之后 偷拍者是一直尾随到他的家门口 李宪被偷拍的这一天 杨幂也陷入到了同样的困境 在曝光的图片当中 杨幂身穿紫色上衣 然后搭配超短裤 通到楼梯旁的棚步后 是有偷拍者正拿着手机在拍摄的 镜头是正对着杨幂的大腿出 网友惊呼 还好穿的是短裤 如果是短裙 那也太可怕了吧 一人隐私被侵犯的事情 是频频发生 粉丝的行为早已经不容忽视了 2019年的7月 央视财经披露出了这样的一组数据 中国的追星族数量已经超过了5亿 在庞大的饭圈里 粉丝拥有着各种属性 为偶像的事业操心的叫做事业粉 为偶像外貌痴迷的叫做盐粉 比较佛系的就是路人粉 还有一部分极端的粉丝 乐于探索艺人的私生活 被称为是私生饭 在心理学著作执迷艺术当中 苏珊福沃德博士认为 像私生饭这一类的执迷者 一旦失控之后 遥远的崇拜 就会升级成当面的伤害 极大的影响自身和偶像的生活 在私生饭的世界里 从来不存在边界这个词 跟踪偷窥 酒店蹲守 跟机拍摄 包车尾随 私闯民宅 这些不择手段的大胆行为 不仅会给明星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也会影响了公共的秩序 在饭圈里边 私生饭是独流般的存在 被强烈抵制的 短短几天呢 王一博们的反抗 把这个存在已久的问题 再次的拉到了公众的视野之下 私生饭的现象 最早还要遵述到 这个19世纪法国巴黎舞 最盛行的时期 当时就有粉丝偷出了 灯红舞者的芭蕾舞鞋 举办了一场 堪比异教徒一世的聚会 主要的流程就是 把偷来的舞鞋 然后放到锅里煮 然后给这个有资格 到场的每个粉丝 分一杯汤 只要有明星 就会有粉丝 只要有粉丝 就会有狂热粉丝 随着日韩偶像文化的成熟 私生饭现象 开始在东亚不断的猖獗 日本曾经发生过 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 偶像玉玺事件 玉玺的女爱豆 叫做松刚笑男 然后来自偶像团体 天使突拔二格 当晚的11点左右 松刚笑男下班回家 在公寓门口 突然被一只大手 强行拖倒在地 并且实施猥亵 幸好挣扎声 是引来了附近巡逻的警察 这才得救 其他的男子 名叫做佐腾响 是圈内有名的粉丝 他频繁的给松刚笑男留言 表达自己对他疯狂 而且偏执的喜爱 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谁也没有想到 佐腾响竟然通过松刚笑男 发布在网上的自拍照当中的 瞳孔的倒影 找到了他的住址 一块能够当侦探的料 却干了罪犯的勾当 真的是让人唏嘘啊 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韩国 因为拥有着领先于世界的偶像文化 私事饭们更加的猖狂 在一档电视节目当中 偶像团体Super Journey 成员金希彻 讲述了自己害人的经历 有女粉丝 曾经偷偷的溜到她的家里 然后把内衣内裤翻出来 一一的拍照 最后把他们自己的内衣挂在 金希彻的床头 即使是家住在八楼 也躲不过头盔 有一次他忘记拉窗帘 然后在家中走动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一个声音说道 欧巴的小熊内裤真可爱哦 不止这个流量偶像 经常被私生犯所困扰 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名字 也是深受其害的 杨坤曾经被一名女粉丝 跟踪三个月之久 甚至是搬到他们家的楼上 白天明目张胆的窍门 然后半夜 是从门缝里边去塞照片 警察是三天两头的跑来 也阻止不了他的行为 无奈之下 杨坤发了一条崩溃的微博说 我是公众人物 我必须有所割舍 但是我也应该享有基本的人权吧 萨贝宁的私生犯 因为联系不上他本人 然后跑去张绍刚的课堂上面 将他怼在墙角 来逼问萨贝宁的行踪 他的家人也因此常常被骚扰 忍无可忍的张绍刚 只能够宣称 我和萨贝宁闹掰了 不要再来找我了 这些让人无法理解极端的私生行为 正印证了黑格尔的分析 崇拜的过程是自我人格放弃的过程 把自己看作依附于偶像的存在 而逐渐掩埋了自己 在这个掩埋自己的过程当中 私生犯们慢慢的变成了私生犯 追星与金钱可以兼得 这不是王一博第一次忍无可忍了 去年在私生圈里边 刮起一阵给王一博打电话的热潮 有私生说 王一博不仅接通了电话 而且声音很温柔 掀起了一场粉丝的狂欢 不胜其烦的王一博 终于在8月3号爆发了 他恳求说 不要再打我电话了 不要再用我的手机号登录软件了 也别再买我的号码了 配图显示 未接来电已经有194个了 来自于全国各地 王一博的崩溃是否让私生犯收敛了行为 不得而知 但是私生圈开始流传这样一个传闻 说 王一博的老家是河南的 用河南的号码打过去更容易被接通 因为他怕是家里的人有事儿 比一人手机号被曝光更可怕的是 证件号被曝光 在一切出行靠实名制的今天 掌握证件号就能够掌握一个人几乎所有的行程 B站UP主Nolly Labby 曾经是采访过一个防弹少年团 BTS的前四生犯 其中有一句话让人觉得不寒额利 我们最喜欢去飞机上面堵明星 因为在飞机上他们无处可逃 能够给王一博打电话呀 能够把BTS堵在飞机上 这些战果的前提必定是能够获得准确的私人信息的 那么Nolly Labby的采访当中 这名前四生犯透露啊 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灰色产业链的 说我们几乎售卖所有的能够找到的信息 然后拥有越多的信息 你就会渴望越多 并且你可以卖给别的私生 虽然这不是一笔巨款 但是是可观的零用钱 显然在粉丝经济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 有一些粉丝动机啊 不仅仅是追凶了还有借机牟利 在这一群体当中啊 战姐和带拍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存在 战姐是一个明星应援战的发起者以及核心人物 通过发图片发动态卖周边等等吸引小粉丝 战姐的人手啊 是必备均价三万元以上的摄影设备 地域这个价格的话 图基本晒不出去 遇见一个拍照修图 然后技术绝佳的战姐是明星的幸运 一些所谓的神徒啊很容易就能够出圈 但是当这个战姐一人的产量跟不上需求 就要从其他人的手中买图了 这促使了职业带拍应运而生 机场啊是带拍最常出没的地方 郑爽就曾经被带拍是追着满机场跑的 然后安吉拉卑比的女粉丝也曾经因为制止带拍 怼着这个安吉拉卑比的脸拍照 然后被后者掐住了脖子 为了银行卡上面不断上涨的数字 带拍的尽头啊是逐渐的开始伸进了明星的私生活 窥探起了艺人的隐私 常常没有下线 杨密的大腿就是他们趋之入雾的目标 战姐和带拍总能够追到明星的行踪 然后职业战姐太阳说艺人的身份证号啊 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们有自己的渠道可以获取这些信息 黄牛就是他们的渠道之一 混粉丝圈的黄牛啊什么都卖 想要找到他们并不难 私生饭不是一个排外的群体 他们将证件号形成信息电话号等等的明码标价 为了防止被逮住 然后通过缩写进行交易 按照刑法规定向他人出售 或者是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的话 将会被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者是拘役 并且处或者是单处罚金的 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话 处三年以上或者是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并且处罚金 尽管如此啊 这条日趋成熟的产业链 依然是供需旺盛的 一部分的经纪公司 甚至会默许部分的私生犯的行为 毕竟啊 这种既可以提高人气 还能够增加收入的粉丝 公司是很难拒绝的 因为这就是粉丝经济的一部分 以爱之名的侵害 2002年以刘嘉玲为代表的香港演员群体 发起了一场甚至浩大的天地不容的抗议活动 声讨不良媒体 原因要追溯到1990年 那时候啊 刘嘉玲遭到了恶性的绑架 被拍摄了多张不雅照片 12年之后 《东周刊》的杂志 为了博人眼球 不顾受害者的伤痛 将这些照片公之于众 香港艺人苦 不良媒体久矣了 刘嘉玲事件呢 成为了一根导火索 让艺人们积蓄已久的怒火 成功燎原 致使《东周刊》停刊了 时间回到互联网发达的2020年 当你搜索私生犯的相关话题 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明星都曾经不堪其扰 但是又无能为力 王一博的反思生微博 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也因此引发了连锁反应 但是这一点心心之火 想要燎原似乎是很难的 毕竟说相比于这个媒体的话 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要复杂得多 从2005年的选秀节目 《超级女生》 到近年来偶像养成类的节目 《偶像练习生》 《青春有你》 在偶像的成迷路上 粉丝有了更多的参与感 这赋予了粉丝更大的权力 去选择追捧 甚至是创造自己的偶像 一路陪伴偶像 从这个岌岌无名到大红大紫 参与感常常让人想要主宰更多的 那李现就曾经因为违背了粉丝的意愿 然后遭到了回彩 因为一次拍摄杂志的时候的造型需要保密 然后李现没有和这个私生合照 在上厕所的途中遭到了围堵 私生大声的质问她 说50万的杂志谁给你买的 并且用这个激光笔来攻击李现的眼睛 现场真的是十分的尴尬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得罪粉丝似乎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 不管粉丝如何的参与到偶像的构建 在娱乐产业当中 他们永远都只是消费者 所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不过都是资本和市场赋予其更多的选择权而已 当粉丝行为已经严重的干扰到了偶像的工作和名誉的话 当偶像开始不包容 不接受粉丝 以爱之名的为所欲为 那么现有的某一些粉丝文化将会被鄙弃 当然了 由于艺人们作为公众人物 以及虚高的收入等等的原因 必然会充斥着许多欲带皇冠必成其重之类的一些论调 但是人家艺人也是人 一个人该不该被追踪 然后偷窥 监听 和他头上 带没有带皇冠是没有关系的呀 你可以讨厌流量的产物 但是你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 就像是杨坤所说的那样啊 我是公众人物 我就不应该有基本人权吗 与你有关的侵害 失去隐私的生活到底有多可怕 其实这不只是关乎着工作人物 也在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中 与之是频频擦身 甚至是正在发生的 社会偷拍现象是最严重的标准韩国了 当一个女孩子打算去韩国旅游或者生活 往往会受到这样的忠告 上厕所前先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摄像头 在韩国的女侧啊 任何有缝隙的地方都会被口香糖啊 或者是厕纸给堵上 不留一次空隙 甚至是连螺丝眼儿 有时候都会被这个贴纸挡住 去年的10月 一位韩国的准新娘在更衣室 被一名男性一检式安装的摄像头偷拍了 虽然将她告上了法庭 但是此后是噩梦接连不断 日日销售呀 始终是克服不了被偷窥的心理阴影 在婚前的一个月 自杀在了公寓一楼的花坛里 数据显示 2018年韩国有6465起的左右的报案 和偷拍有关的 遗憾的是 被逮捕 行政拘留的比例不超过2% 其中涉案的嫌疑人 甚至是包括大学教授 政府官员 韩国总统文在寅 曾经感叹说 偷拍摄像头 已经成为了韩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为了抗议这种精神压力 2018年 数万名的女性发起了运动 要求政府对偷拍者又加重惩罚 然而不只是韩国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非法拍摄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一个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出租屋 酒店 公共厕所 这些地方已经成为了偷拍高发区 最可怕的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 暗处藏着多少双充满欲望的眼睛 为了找出隐藏的针孔摄像头 甚至是催生了许多以此为专业的安保公司 专一门 这个为酒店啊 出租屋啊 排查摄像头 日本曾经在90年代出过一款 可以将这个快门声调到静音的相机 摄影师赖户证人 拿着他到地铁上面去偷拍乘客 还因此获得了木村影兵卫奖 但是因为是建立在非自愿的情况之下 他被以倒涉罪告上了法庭 从此所有的日产相机手机均为防止偷拍而取消了拍照静音的功能 非礼物是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这是2000年孔夫子就教给我们的道理 时代进步道德不应该后退 偷拍等侵犯隐私的事件牵扯出的是人性的阴暗面 当窥探欲占据了心智 一个人也将会坠入到万丈深渊 同样坠落的还有无辜的被侵犯者 而将他们突入到深渊的凶手 作为麻木的旁观者的每个人都是其中之一 但是不要忘了 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望你 不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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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阅